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两兄弟被一只老鼠整得团团转的故事 不鼠记 影片的开场是一场庄严而肃穆的葬礼 主角大宝和二宝的父亲去世了 奈何下雨露花,兄弟俩又聊了个天 然后他们的老爸就360度转体掉进了下水道 葬礼结束之后,他们才知道 老爸给他们留下了一间工厂和一座老别墅 实际上工厂边临倒闭 而别墅也在鸟不拉屎的地方 所以大宝对此毫无兴趣 转身就回了他的餐厅去迎接贵客 食物确实美妙无比 可偷跑来的蟑螂也很扫兴 他把贵客给吓晕了 就此,大宝的店铺也黄了 其实二宝这边也不好过 他拒绝卖掉工厂 因为他牢记着父亲一定要留下工厂的遗言 虽然四舍五入等于失去了一个亿 所以妻子知道后将他赶出了家门 落难的兄弟俩一见面就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们一起回到了那个别墅 也是从这一页奇妙的际遇才真正的开始 因为他们意外发现了别墅大有来头 这可是一位大师的设计作品 果然很快就引来了一大批仰慕者 这可是天赐的商机啊 兄弟俩当即决定举办一个拍卖会 在这之前 他们俩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只小老鼠 别看只是区区的一只小老鼠 他可把兄弟俩整得鸡飞狗跳 还顺带让他俩受了点罪 既然一只不暑气不成 那么一屋子不暑气总可以帮上忙吧 可他们还是低估了小老鼠的能力 受了一夜 就让小老鼠昂首阔步 从自己面前走了过去 而且是丝毫无损的那种 看来被整得又是兄弟俩 而且是两次 都说老鼠的天敌是猫 那么买一只凶残肯定就好对付了 不得不说这只猫的破坏能力很强 他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可惜他最后还是没有度过小老鼠 为了尽早供下这个大难题 他们又请来了一位专家 看起来他很专业 因为他不仅品尝了小老鼠的大便 还用上了微缩显微镜 小老鼠也许是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只见他不慌不忙启动开关 然后直接用特别的方式 把专家请出了别墅 等到兄弟俩回来 看到激烈搏斗的后的屋子 他们更悲剧了 可小老鼠就像是自带魔法的精灵 无论兄弟俩使用什么招数 都会被识破 并且被证得很惨 升起的大宝 一枪又一枪的打 结果却被地板凿了个大坑 等到他们终于抓住老鼠的那一刻 却又不忍心下手了 最终兄弟俩决定用快递将其送走 这下既没有伤害生命 又能恢复世界和平 简直完美啊 然而万万没想到 快递因为超众被退回 可当天就是拍卖会举行的日子啊 完了完了 这场拍卖注定不会平静 为此兄弟俩决定搏一把 用自来水把小老鼠给逼出来 可关键时刻水龙头坏了 最终别墅被大水冲得一无所有 此情此景让兄弟俩无限伤感 最终他们只能回到那间工厂 没想到的是小老鼠也跟了过来 不仅如此 他还亲自操纵机器 生产了一颗知识球 影片最后兄弟俩一起合力 将工厂运作了起来 而小老鼠也成为了首席试吃质检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